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的导火索是埃尔多安居压了美籍牧师布伦森 土方趁此人与两年前策划政变的居伦运动负责人有瓜葛 而美方坚持要安卡拉放人 双方协商为国 特朗普开始大幅加征钢履税制裁土耳其 8月10日开始 土耳其里拉暴跌近20% 8月13日又暴跌了10% 从年初开始至今 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暴跌了45% 受土耳其影响 8月13日 南非兰特以及印度等一众新兴市场货币大跌 此外 俄罗斯卢布 巴西雷亚尔和墨西哥比索 兑换美国汇率都出现了大幅度下跌 在美国之外独树一帜的金砖五国 中国 俄罗斯 印度 巴西和南非 今天也无疑信念 程度普通的受到冲击 特朗普的贸易战看似节节得手 但胜利的代价是什么 美国优先护美国第一 留下的将是一片消土吗 美国果真要一将功成万古枯 舆论对特朗普的做法 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 这是一场贸易战 所以人们的焦点都集中在贸易逆差 市场份额 世贸组织 贸易规则 贸易公平等节点上 第二 这不是贸易战 而是美国正在重组国 即秩序的战略 笔者认为 这既是一场贸易战 同时也是美国对现有国际秩序进行的一次结构和重组行动 世界严重低估了特朗普 特朗普现在四处点火 多头并进 并非他不懂多面数敌视战略大计 而是他非常精准地使用了浑水摸鱼战术 让中国一时难以形成针对美国的统一战线 特朗普这次打欧盟 是为了让他本能的启动自保模式 特朗普成功了 欧盟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 果然脚踏两只船 甚至不惜出卖他人的利益 靠近美国 减少损失 他对特朗普申诉的理由是我们是盟友 不能相互自残 欧盟既然提出这个理由 正好说明 共同的价值观 未必就是共同利益想当然的保护模 特朗普大额增加军费 并高调宣布建立太空军 显然与特朗普在芬兰举行的双普峰会上 未能在关键领域战略裁军等 与普京达成一致 而大索失望有关 特朗普现在这步棋 是模仿里根当年的做法 通过军备竞赛来拖垮莫斯科 至于这次最终是否成功还是个问号 因为要看普京是否跟进 但有一点特朗普做到了 那就是温水顿普京 打开一丝门缝 让莫斯科感觉还有改善俄美关系的希望 只要这个希望存在 俄罗斯就不会和中国走得更近 当闭时间 2018年8月9日 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 美国副总统彭斯造访五角大楼 并发表讲话 国军方已开始筹建太空军 美彭斯宣布 美国军方已开始筹建太空军 at视觉中国 中东是美国的另一个关注点 退出伊核协议 以及眼下和土耳其互对 都与俄罗斯的中东政策有关 因为伊朗 土耳其 俄罗斯在中东谋求减少美国影响的新架构的企图已非常明显 美国如今不需要担心石油来源 因为它自己已成为能源出口国 但中东对其全球战略至关重要 为何 因为中东是欧亚大陆的一个蓝腰处 地缘政治地位显著 美国希望中东乱 因为只有中东乱 它这个欲爱之国 才能继续在欧亚存在 但它不希望这个乱失控 更不允许这个乱局 朝对自己不利的方向发展 所以 当伊朗 土耳其和俄罗斯的合作越来越密切的时候 它必须要按照自己的战略重新打乱中东的现状 此前狂飙一时的伊斯兰国之所以必须剿灭 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 九十一事件后 美国必须高举反恐大旗 再到以上自然不能与恐怖组织为武 第二 AS的本质是反美反西方的 所以无利用可能 但这不等于美国不希望该地区有一只可以利用的新兴力量 因此 库尔德人便进入了美国人的视野 要说盟友关系 土耳其是北约成员 西方在中东的有一个重要的桥头堡 可美国在所谓的反恐行动中确明着按着支持土耳其的内政素敌 库尔德人 这是埃尔多安和华盛顿矛盾的根本症结所在 而不是眼下被拘押的牧师布伦森 而美国制裁伊朗 打击安卡拉 也是为了让俄罗斯分心 无暇顾及中美之争 美国四面出息的背后隐藏着两大利益追求 第一是特朗普的个人目标 即确保中西选举取得好成绩 为将来连任总统铺路 也为继肯尼迪家族 布什家族 克林顿家族之后确立特朗普家族奠定基础 法国总统马克龙上次访问 华盛顿后明确表示 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均于美国内政密不可分 第二是美国重组国际架构的全球新战略 这个设计早已开始 特朗普之前的几任总统都有打算 但传统手段无济于事 政治正确多有掣肘 他们的决心 毅力和能力都还不够 特朗普当选后 这一切正在迅速发生变化 像庄武剑 意再配工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 美国之所以容忍 甚至乐见中国的发展 是为了改变中国的体制 它的这个目的与普及民主无关 而是为了让中国彻底进入美元体系 以便更好的把控 与国际接轨中 中国的金融领域为何最为之后 不是北京有意违背入市承诺 而是因为过早开放金融 中国就会失去对自身命运的掌控 眼下的货币动荡就是一个最好的名证 美元是美国统治世界最为有效的工具 美国希望中国改变体制 不是为了希望提高中国百姓的福祉 而是因为如果中国实现了政党轮替体制 外部施加影响会更有效 但中国这些年的发展让美国不得不承认这个愿望难以实现 于是他决意改变原有的策略和做法 这点我们也可以从法面来论证 中国失踪拒绝西方政体 为何 除了执政党自身的利益之外 也因为西方的政党轮替体制 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实惠和运作空间 如果西方某国一届政府跟我过不去 我可以期待下一届政府的善意或修正 还可以利用对方的在野势力进行内部分化 而对方的反对党为了给县政府施压 也会打败国牌 中国都能看到这点 能如此操作 西方怎么可能不知道这点 他们当然希望中国也有这样的体制 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修西底德的理论 恐惧和利益是人形的两大特点 许多言行都是基于这两点 人如此 国家亦如此 这也是修西底德的智慧发现 国际战略博弈无非就是在这两点上下功夫的 特朗普施压 是因为美国发现既然从内部分化 中国暂无可能 那就通过大幅度增加外力来攻心 造成人心动摇 点燃不满的民意部分 让中国出现散乱的局面 这不是什么阴谋论 这是冰冷的现实 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 美国意识到 如果现在再不动手 以后就很难再动得了了 这就是为何联机心格 这样的所谓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都支持特朗普的原因 当地时间 2018年8月16日 美国华盛顿 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白宫主持召开内阁会议 视觉中国据说 在对华问题上 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空前一致 企业界也显有微词 民意基础非常扎实 甚至超过中国在对美问题上的民意基础 为何 答案很简单 因为美国人的对外利益是绝对一致的 美国这次对中国是有备而来 智库准备了很久 你看看特朗普周围的亲信 几乎心一色是修西底德理论的信徒 中国智库却一直否定陷阱论 虽然在话语上 有争取道义至高点的必要 但自己完全认为这是威严总厅 因此准备荒书而单薄 就成了最大的失职 完全违背了智库所应有的担当 不少人认为 中美冲突是体制和价值观不同造成的 这是个误区 其实 利益是不分价值观 意识形态或信仰是否一致的 这里不妨可以用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一段历史来说明 日本入侵中国之前 国共打得一塌糊涂 可当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后 党派之争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只能暂时靠后 因此 在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之争的时候 同一价值观体系内的矛盾就不会凸显 这会给人一种假象 似乎他们因为价值观同系而不会相互死拼 结于美国可以用自己手中无以伦比的势力来捍卫自己的世界第一地位 但这种靠强权赢得的胜利将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 美国本身也未必能独善其身 这次从贸易战开始 到最近引发的货币动荡 背后无疑没有美元的影子 美元可以汇集世界 但如果它成为某一方欺民罢失的工具 那么 全世界许多地区和国家在受到冲击后 都会重新考虑美元的作用和地位 或许 特朗普的凯旋之日 就是美元从此走下坡路的开始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https www.duanka.syenzy20180818468613 shtm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